國民黨在經過2016年2020年 連續兩次大選的慘敗 那尤其這一次的大選結果出來 在這幾天幾經思考 我決定持續中常委的職務 我想最重要是因為在 國民黨中央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我們決策的核心決策的模式 已經無法快速其實反映外界民意的變化 所以我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除了表示負責 也希望接下來我們的決策方式 還有決策的模式能夠更貼近民意 更瞭解民眾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我即刻辭去中常委最重要的民意 1月11號的選舉 我們辭去了民意的大多數的支持 這個作為中常委的議員 我也必須深切的自我檢討 也因此我昨天晚上宣布辭去中常委一職 來帶領整個黨不管在選戰 或者黨務方面的改革跟發展 以至於1月11號的選舉 我們辭去了民意的大多數的支持 這個作為中常委的議員 我也必須深切的自我檢討 也因此我昨天晚上把自由聯書的發佈 宣布辭去中常委一職 那更重要的是希望 所有的中常委的中常委 其實大家也應該共同的扛起 這一個敗選的責任 那面對未來我們必須團結一致 不要讓我們的支持者或者社會各界 認為國民黨不團結 或者認為國民黨是私心大於民心 所以我們也呼籲在辭職之外 在這段過渡的期間 代理的主席應該成立一個臨時的委員會 這個我呼應林維州委員的觀點 應該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 結合黨內現在具有高度民意基礎的縣市首長 還有立法委員共同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 來決定一方面是未來黨的改造方向 還有黨的結構的改革 另外一方面也藉由這一個委員會 啟動一個大的討論 乃至於大的辯論 來討論國民黨未來的路線方向 以回應社會各界的一個期待 畢竟還是有五六百萬張的選票 是投給國民黨的 我們必須對這些選票 對這些選民負責 不應該就此輸了 然後懷憂喪志 然後把這個箭頭都往自己人 應該是在此時刻更加的團結一致 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衝破難關 黨主席的選舉其實不是現階段的一個重點 現在是說主席遲了之後 代理主席要扛起這段過度的 過度期間的一個責任 因為這段時間共同黨還是要運作啊 不可能就停止運作到新的黨主席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做出了建議 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 臨時的委員會 來處理這一些過度期間的事物 包括未來要啟動改革該做的這些事情 可以由這個委員會來進行 那誰要選黨主席 誰不選黨主席 我覺得不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焦點跟重點 外界其實也不會關心到底誰要來選黨主席 誰不選黨主席 大家關注的焦點是 第一個國民黨知不知道檢討 國民黨知不知道負責 國民黨知不知道民意在想什麼 那尤其我跟維州萬南我們是身兼民意代表 我們更需要跟民意站在一起 所以當民意需要我們做 改革國民黨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勇敢的站出來 但是改革國民黨不見得要擔任黨主席 黨主席可以有很多方式來產生 黨員知選是一種方式 經由內部大部分的意見領袖的討論之後 共推主席 經過大家的同意 也都是 尤其在這段過渡的期間 我想過去的民進黨也曾經遭遇過挫敗 當時他們黨主席怎麼產生的 這些其實都值得大家來借鏡跟參考 失敗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檢討 可怕的是不知道要改變 那你覺得那個國民黨的那個大部分 大陸政策的確在這一次的選舉 我們也遭遇了挫敗 我們必須承認失敗是一個事實 民意對於國民黨的大陸政策 有所指引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怎麼樣能夠提出更切合民意方向的一個兩岸政策 這是我們內部要討論的 也就是一個路線上面的討論 我也希望國民黨能夠 所有關心國民黨 或者國民黨的從政黨的體制 在一些重要議題的路線討論上 能夠更大開大火 常開心胸 擁抱民意 那你覺得有必要把中國國民黨的 黨民改調改成國民黨 就是去掉中國兩個字嗎 這個現在不是我們今天 對外說明的一個重點 我一再強調 國民黨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研討你剛剛所提到的那一些 對我們這一次面臨敗選的一個重要原因 至於方向怎麼調整 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 不是我們現在三個人任何一個人說的算 我們三個人或許也有不一樣的意見跟想法 可是我們希望能夠更即時廣義 把大家的意見做一個討論會整之後 最重要的是找出共識 所以檢討之外還要找出共識 然後在這些共識的基礎上面採取行動 會就認為說從2010年開始到現在 2010年好像每次出到改革 都是北深大力的意思嗎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一次民意 再度的挫敗國民黨 就是如果你真正只有改革說說而已 而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的話 那有可能就真的等著被掃入歷史的灰燼 改革包括吳思皇 改革的內容當然包括很多 我剛剛已經講了大家除了針對黨改革的 這些重要的議題 黨務工作等等 每一個人應該深切的反省自己 在這場選戰當中 自己有沒有犯了一些錯誤 自己有沒有違背的民意上面 這個期待的一個方向 自我檢討我想比檢討別人來的重要 我想再一次的強調一點 改革不是所謂的一觸可及 改革也不是所謂的這個換換名字 做做表面功夫 改革就會成功 換一個人就能夠解決整個困境 改革是需要一個全盤 跟完整性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所以包括剛才所謂的改名字 或者是人選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甚至是兩岸政策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都不是一個一觸可及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成員不會忘記自己是誰 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支持者 他們期待跟相信些什麼 路線需要調整 但路線也需要經過完整的討論跟辯論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裡面 我想並不是任何的更正 任何的改變 任何的表面功夫就能夠完成的 所以我們也期待大家 能夠落實一個黨內民主 終身在集體 中青世代一個集體領導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得很清楚 過去由於私心大於民心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讓整個黨內的這個最高領導階層 跟最高領導結構做了錯誤的決定 而我們現在正在承擔 這樣子的一個挫敗 我們也會深刻的反省做出調整 謝謝 我來 好 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想國民黨在經過2016年 2020年連續兩次大選的慘敗 尤其這一次的大選結果出來 在這幾天幾經思考 我決定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我想最重要是因為在國民黨中央 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 我們決策的核心 決策的模式 已經無法快速其實反映外界民意的變化 所以我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除了表示負責 也希望接下來我們的決策方式 還有決策的模式 能夠更貼近民意 更了解民眾的想法 我想這個是我即刻辭去中常委 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現階段很重要 我們希望 未來在決策模式 決策方式上面 能夠納入更多 貼近民意的想法 比如說 可以將我們的縣市首長 民意代表 政副議長 一定比例的黨團成員等等 以及納入更多社會上多元 不同的聲音和意見 都能夠進入到整個決策的模式 我認為才能夠更快速其實反映 外在民意的變化 以及更貼近民意 文向蠻多民意希望你能夠 扛起大使來選黨主席 不管在哪一個崗位上面 我對於國民黨的改革 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 所以你會盡大力道選主席 我想我們每一位 不管是黨團成員 民意代表 縣市首長 我們都會盡最大力量 在這個時刻 最迫切要做的 幫助國民黨進行徹底的改革 現在還是外界有聲音嗎 就是關於示範委員的部分 你會跟他好好聊聊 現階段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選後這次大選殘敗 最重要我們必須要深刻檢討 深刻的反省 而且是全面的檢討 敗選絕對不是單因因素 一定是要徹徹底底 全面性的檢討 我想不管是基層組織 不管是吸納年輕人 或是廣納人才 或者在相關的論述上面 我們都必須要徹底的 每一項全面的檢視 來做反省 來做檢討 而且要吸納更多外面的聲音 更貼近民意 有被檢討 其中一個重點 還有曝光那個中國政策 那有人認為說 不要再把九二公司 當神軍 同樣所以相關的論述 我認為我們必須要 好好的來檢視 怎麼樣能夠做出 更符合民眾期待 更貼近民意的決定 好 我想選舉剛結束喔 尤其我們國民黨 在接下來的會期 是立法院的少數 我想現階段最重要 扮演好強力監督政府 在野立委的角色 好